日常生活当中 积功累得就是修四五两心 对人有爱心 能关怀能照顾 能提醒他能帮助他 这就是慈悲心 这就是吸血 死五两心 特别是愿情平等 这已经到了菩萨的境界了 心里头清净平等 没有怨恨 中国古人讲忍者无敌 一个忍死的人 什么叫忍死 忍死的标准 是他没有对立的 他心里头没有对立的人 没有怨恨的人 就有一个认识 换句话说 他没有讨厌的人 什么人跟他见面都欢喜 以清净心对待 以平等心对待 清净平等生智慧 不生烦恨 不生烦恼 我们要想 独自记 自己 自己 遇到净土法门 真的 生欢喜心 生庆幸心 这一生当中 决定要求生基督世界 那你一定要把四十八元念书 不能跟阿弥陀佛相悖 弥陀是怎样带人接福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那我们有的要保持 要发扬广大 没有的要赶快学习 时时刻刻都能提得起来 阿弥陀佛相悖 能够设计为了 一切时一切处 成就一切众生的善行 这就是 积功累得了 阻长众生的悟险 障碍众生的善行 这种人 虽念佛不能往生 为什么 他造的窝叶太重 这个物业累着他 他不能往生 那唐太宗 是个好人 是个好皇帝 啊 为了争夺政权 造了忠义 把咕咕弟弟杀掉 伤父母的心 父母疼爱儿女 无间地狱罪业 你能够尽孝道 劝导天下人 尽孝道 可以写起王位 做皇帝 也不过是 做了二十三年 不长 来生多无间地狱 何苦呢 你能把王位 让给你够够 帮助你 够够来治理国家 你这一生 佛报仙境 来生的天道向佛 你这人间 没有做到人往 天上就做天王去了 这是他没想到的 那是事无量心的 非常重要